马来西亚大选进入超级周末 候选人发挥巧思造势 在雪龙一带 有候选人在咖啡店自弹自唱吸引目光 也有候选人同选民一起跳尊巴舞 以轻松方式拉近与选民的距离 特派记者陈思玄从马来西亚吉隆坡发挥了报道 星期六下午 国阵马华候选人李嘉兴带着一把吉他 到咖啡店为雪民高歌 一桌接着一桌 雪民也急于掌声 他说唱歌是兴趣 也是选战策略 要怎么接触他们 让他们知道有李嘉兴这个人 也是我想用歌唱的方式 这种方式会更适合 其实年轻选民我们很难接触得到 他不会唱赛事场 我孩子他的同学经常到我家里 我了解年轻人的心声 他们想要什么 西蒙候选人李建聪 则连同数十位妇女一起跳起 尊八五 以另类的方式同选民互动 李建聪说 相比前几天 这几天的气氛开始热起来 他将在接下来举办 两场大型的讲座造势 个人有不同的爱好 那么他们都在各自的圈子里面活动 那么通过跟他们一起运动 一起流汗 也感觉到有一个共同感的气氛 那么当然也拉近了 我们跟这边民众的距离 来自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种族 但是我们在通过运动 都可以把它拉近 李建聪接下来将在大型讲座 邀请中央领袖来造势 传统的竞选方式不外乎 就是到人潮较多的地方 比如巴沙或是咖啡店 来走动派传单来拜票 不过能触及的选民较少 而且选民也不一定感兴趣 那如今反而是通过 较为轻松的方式 即使是第一次上阵 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就留下印象 新传媒新闻记者 陈思玄马来西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